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事物内在联系的能力 对事物的理解 那么人的理解力 各位 它依赖于人的背景知识 实际上一个人有多大的背景知识 他就有多大的理解力 如果我们各位深刻的了解我现在说的话 那么比如说在古代 我们的祖先把月食现象 那么说成是天狗持月亮 天狗持日同 日食现象 那么对于这个月食和日食现象 我们的祖先在三百年前他们做出了一种解说 天狗持月亮 天狗持日同 原因是什么 最关键原因 就是古代的人跟今天人比较来说 他们并不比今天的人笨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成为今天这种意义上的人 具备今天的智力素质的人已经六万年了 也就是六万年中间 我们今天的人类并不比我们的祖先聪明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比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更深入 更深刻 原因是我们的背景知识增加了 实际上今天的人类 由于信息爆炸 质量增加 那么人们理解力大增 人的理解力一类于他的背景知识 假如在你人生中无法理解 那么有一些很多事情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人在一夜暴富 有人终身受穷 人生各种各样的谜团 那在我们面前展现 原因在于 如果你无法理解一件事 基本的解释就是你的背景质量太小 如果你深刻的了解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是太多的人 几乎99%的人困扰人生的一大难题 那么很难理解 男人这种动物为什么会这样 女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这样 两个人当初相爱 为什么结婚三年之后平淡了 后来闹到离婚的程度 原因是什么 如果一个男人 你真的了解女性这种动物 他的特点 他对事物的感知 他对事物的感受 他对生命意义的解读 和你都是不一样的 而女人如果理解男性这种动物 他跟你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有庞大的背景知识 你就会理解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你了解了所有的事 你就理解了所有的人 这句话是人生典型的名言 如果你一个人的行为方式 你不了解 你不理解 你觉得这个人很怪异 他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去行为 那么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后边的信息量不够 你对这个人的了解不够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人的心智模式 了解了这个人的情感模式 了解了这个人 他的习惯 了解了这个人特殊的思维方式 你就能够知道 他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境下 做出这种反应 那么实际上 假如有一些事情你不了解 你不理解 原因就在于你的背景知识不够 如果背景知识足够的大 人会理解任何的事情 假如说 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那么简单的解读 大家可能理解 但是深入的一解读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 他到底要说什么 如果你是核物理专家 达到了足够的背景知识 物理知识 你就能理解 爱因斯坦 他的这个相对论 到底说了个什么事情 实际上任何事情 只要你不了解 不理解 其实根本的解释 就是你背景知识不够 那么这样讲 我们人的记忆存量 是无限的 你可以无穷无尽的 往你大脑里装置 那么你的理解力 也其实跟着同步增长 你的理解力 依然是无限的 理解的潜力 只要你背景知识足够大 那你可以理解任何的事情 那一件事在你面前展现着迷雾 你无法理解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你的背景知识不够 这是第二 所以人的理解潜力 依然是无限的 因为理解力 依赖于背景知识 第三呢 创造力 人的创造力本身就是无限 各位 要知道 创造力有四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就是无中生有的想象 凭大脑想象 这是任何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能力 这是生下来就有的 想象力 第二个背景知识 第三个 那么创造力的四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就是想象力 第二个背景知识 你这个要想创造出东西来的话 你得按照客观规律 所以第二个就是背景知识 第三个 大脑的食堂训练 大脑基本训练 第四个 那么突破关键的局限 有创造的欲望 如果你把这些要素合到一块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所以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大门上 贴了一句英文标语 叫做What we can dream and we can do 这句话在四十年前 只是人类的一个信念 我们只要能梦想的 我们就能把它实现出来 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变成事实了 那么人类这种智能生物 它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那你要知道 二百年后可能人类有一部分人 会移植到火星 这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那么人的这种动物 它的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是无限的 只要它的想象力经过训练 任何人都可以开发出来 它的背景知识可以无限增加 大脑可以经过适当的训练 学会正确思考 那么只要它的大脑没有突破关键的局限 产生创造性的欲望 那么这几个要素具备的话 人会发展出任何的创造力 这个在我们地球人身上 那么我们这是能够成为地球之王的根本原因 就是我们的创造力 这个创造力几乎所有人都是无限 这是 所以你把这三个合到一块 这三个要素对我们地球人来说都是无限的 只要这个人是正常的人大脑 正常人就大脑 就是说他没有遗传疾病的话 他的记忆容量是无限的 他的理解潜力是无限的 他的创造潜力是无限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个开发出来 那么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创造奇迹 那么这是我们以上给大家讲的 关于人类潜能的四个维度 我们从体能层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我们从技能层面 人可以学会任何的技能 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可以二次开发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智力潜力保障 那在我们的大脑里 这个大脑他的记忆 他的整个的这个潜力就属现 那么从这四个维度上理解 我们可以综合起来 叫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 就谈人类的潜能 那么人类有这么大的潜能 为什么我们的潜力释放不出来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人他终生受穷呢 你要想刚开始我说的那句责任的话 他说假如一个人 一个普通人能认识到自己有多少潜能 并且找到适当开发方法 人就无所不能 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亿万富翁 可以成为科学家 那么可以做出今天动力的事情 可是有这么大的潜力 假如说你要是现在你一无所有 各位 但是你是一个地主 你这块土地呢 有五百亩 这土地下边是石油 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下边是石油 我这方圆 假如说方圆五百里都是我的 这个地 我又这地也有石油 我知道了 我有这么大的潜在的能量 潜在 可是现在我一无所有 你仅仅知道了 你有这么大的一块地 又知道地也有石油 你现在 你那种感觉就变了 你就不觉得再是穷 结果我现在一分钱没有 对吧 一分钱没有 但是我已经是富人 我因为有这么大的潜在的 这样的资源 对吧 如果一个人认识到了 我的脑袋是潜力是无限的 我可以学会任何技能 我的每个器官都可以开发 就在其他生物 根本不可以想象 那么假如一个人 先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在的 这个能力有这么大 其实就相当于 你有这么大的资源 那怎么把它开发出来 人类潜能到底受制于什么原因 使得我们普通人 一年量三五万块钱都赚不到 那么普通人需两本 一两本书 非那么大劲 为什么这样 那么影响我们潜能释放 有以下一些原因 那么第一大原因 叫自我观念的局限 这是影响人类潜能释放的 最大的原因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用观念 为自己建造了一所监狱 终身囚禁自己 并亲自担任监狱长 那么图画讲 说没有憋死的牛 只有鱼死的汗 那个鱼死的汗 最关键的原因 人这种动物 它的福音是 它的潜力是无限的 但是它的悲哀 就是它会化地为牢 给自己设定一个区域 那么它终身固守在这个区域里 这个叫做自我观念的局限 这么讲可能过分抽象 我们举几个例子 大家可能就会马上明白 人是受自我观念局限的生物 大家都知道 这个煤气罐 用这个做比喻 可能大家就会豁然开朗 假如你从石油游化气站 加了一罐气回来 那个煤气罐 那你回到家里 你把这个煤气罐 接到煤气头上了 煤气罐里那个阀门 没有打开 我想各位 那个煤气头点不着的 对吧 能量无法输出 如果你这个阀门开得比较小 那个煤气头上的火苗就比较小 你烧一壶水需要20分钟 人家那个煤气罐的阀门 打得比较大 所以人家五分钟就可以烧开 那你能不能说 我这个煤气罐 比它那个煤气要笨 我这个煤气罐 不是它那个煤气罐努力 其实做了各种解读 其实真实的原因 就是你这个阀门开得比较小 能量输出的流比较小 那么煤气罐 等着那个阀门 控制到煤气罐的能量输出 人的头脑的自我观念 控制着人的潜能的输出 它就是潜能输出的那个阀门 潜在能量输出 那么什么叫做自我观念 我一讲可能大家就明白 人心中都有一个我 那么到你周日 你上朋友家去 逛逛敲门 里边问谁呀 你说我 我现在问你 啥叫我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我 那么就是一个人 对自己综合稳定的评价 这个叫自我观念 我们心中这个我 从这个三岁开始诞生 在三岁以前 在两岁半 基本上两岁半以前 你是分不清你我他的 那么我儿子现在三周岁八个月 他在两岁半以前 我往家打电话 我说儿子 你想爸爸了吗 他说想爸爸了 你想我了吗 他说想我了 他分不开那个你我他 我在卧室 我在书房里看书 我说儿子 你到那个大卧室 看看你妈妈在家吧 他跑回去了 一会儿跑回来了 爸爸 你妈妈不在家 他分不开那个你我他 到三岁以后 我们分开了 那么知道 我在说我的时候是指这个人 你在说我的时候是指那个人 同样一个字 但是不同人说的时候 他带纸带就不一样了 对吧 我们从三岁开始 我们心中这个我开始诞生了 到七岁 我们完成了60% 形成了对自己综合稳定的评价 也就是说 到了七岁 我们的自我认知 我们开始评价自己这个人 如果一个人评价自己是这样的 他认为我很笨 我不够聪明 我记忆力差 我反应慢 我没有天赋 比如说 我无法学校数学 无法学校英语 无法学校语文 无法学校物理 无法学校化学 我无法学校体育 他如果形成了稳定的评价 是负面的 就负面 他都认为自己这些无法做到 他这个潜能大门 发生官死了 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能力输出 那么如果你要 他的自我评价是正面的 比如说 我很聪明 我有天赋 我一都能学会 他这个发门才能打开 可能这么讲啊 过分抽象 我在给中学生 做潜能训练营的时候 给他们讲了一个 美国的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案例 这个案例非常说明 那么根据理论值上讲 美国的心理学家 对中学生学习能力进行了一次研究 大规模的研究 在理论值上讲 任何一个孩子 他的学习潜能都是无限的 他可以轻松愉快的学会任何学科 可是在现实教学中 确实发现有一些中学生 在学习某些学科上遇到了障碍 他们最初的研究结论是 没有学不会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这是初步的结论 当他们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那么改由 他们请来数学家来讲数学 把这些数学学不好的学生 集中到一个班 让数学家来讲数学 这个可以了 数学家在前面讲数学 心理学家在边上观察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 数学家卖力的讲了半年 对学生进去测验 发现这些孩子的数学成绩 还是四五十分不及格 这就推翻了第一个结论 看来不完全是老师教的不好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这半年的跟踪调查研究中 心理学家终于揭开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就是这些数学学不好的学生 那么他们的大脑中 无一例外的存在着 关于学数学的错误的自我观念 这些错误的自我观念 用语言表示出来就是 一数学很难 二数学很无趣 三我没有数学才能 四我无法学习数学 就是这些学生对这些观念都坚信不疑 他们都坚信数学很难 坚信数学很无趣 坚信我没有数学才能 坚信我无法学习数学 心理学家发现 当数学家在前面一讲数学 这些学生眼睛瞅着数学家 心中却想 哇塞又来了 这数学很难 这数学很无趣 我没有数学才能 我根本全无法学习数学 他们一这样想的时候 大家瞅着手 他的注意力焦点 处于换散的状态 就是老百姓把这种状态 叫做流号状态 大脑的流号状态 心理学上把这种状态 叫做联想状态 他们眼睛瞅着数学家 心中却想草场 想回家 想吃东西 想做游戏 数学家讲的数学 根本就进入不了他们的大脑 所以他就无法学会 当心理学家发现了 这个天堂秘密之后 改由心理学家上课 心理学家教这些学生先放松 先肌肉紧张放松 先学会肌肉放松 然后心情放松 然后精神放松下来 然后坐在椅子上的灯光音响的配合下 让学生们进入脑波位 二发脑波状态 心理学家把这种状态叫催眠状态 人在催眠状态下 自我意识减弱 外界的信息可以直接进入人的大脑 在这个时候 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心理暗示 心理学家告诉学生 比如说这样做 各位同学 数学很容易 数学很简单 数学很有趣 你是一个数学天才 你完全能够学好数学 反复这样心理暗示 然后再引导学生就自我暗示 各位同学 请你在内心里跟我一起说 数学很容易 数学很简单 数学很有趣 我是一个数学天才 我完全能够学好数学 反复这样对学生进行心理暗示 和引导学生自我暗示 每天两个小时 用暗示的方法 解决人的头脑的观念 要替换掉 原来的需要最低的时间是21天 通常是一个月 每天两个小时 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孩子脑海中 原来关于学数学的错误的观念是 数学很难 数学很无趣 我没有数学才能无法学好数学 被擦掉了 现在改成是数学很容易 数学很简单 数学很有趣 我是个数学天才 我完全能够学好数学 也就是说 这些学生对着新的 关于学数学的自我观念 坚信不移的时候 再请回数学家继续讲数学 到年底测试 没有一个学生的数学成绩 低于90分 那么这个案例 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 我们那个大脑 他要能量输出的话 他必须的观念是正面的 他得坚信我能 我能做到 这个门才打开了 如果他坚信我不能 他的大门就关闭了 他就没有办法把能量输出 这个印度有一个训练大象的训像师 当一头小象刚一升下来 脚一落地 他就拿一个十米长的铁链子 把这个小象的右后腿练上了 这个小象一来到这个世界 发现自己的右后腿被练着 那么小象刚一升下来 他力量很小 无论怎么挣脱 他也无法挣脱这铁链子羁绊 他慢慢长大 他是渐变的 他是一点点长大的 那么他跟这个铁链子无论怎么挣脱都无法挣脱 所以慢慢就习惯了 他长成了成年大象 他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 可是这个训像师就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这个庞然大物往前行进过程中 只要他那个右后腿一拉直 那个小铁链子一次劲 他乖乖回到十米半斤来 绝对不去拉 要知道在野生状态下 长大的同样体型的大象 你用同样的铁链子 把他四根同时绑在他右后腿上 他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没办着 他一使劲四根铁链子 嘎嘣 拽断 他可以拽断四根铁链子 可是一个从小被练着的大象 他的头脑中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 那就是我无法挣脱链子 无法超越十米半斤 所以他只要往前走的过程中 只要一吃劲 一根小铁链子 他乖乖回到十米半斤来 绝对不再去拉 后来相鹏失火了 当这个大象起来要跑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被练着 他乖乖趴在地上 最后相鹏被烧塌了 他被砸死在里边 在我的中学生请的训练营上 我问了一些学生 我说这个大象死于什么 学生们马上听明白了 说死于自我观念 我说什么自我观念 说错误自我观念 我说什么错误自我观念 说这个大象认为 我无法挣脱链子 我无法超越十米半斤 我说他有没有真实的能力挣脱 大家说有 我说至少是挣脱几根 至少四根 但是他为啥不挣脱 学生们听明白了 说因为他认为 我无法挣脱链子 我无法超越十米半斤 所以他就放弃了 我跟学生讲 我说这和你认为 我无法学好数学 我无法学好英语 于是大脑一片混乱 一学习的时候 你大脑进入联想状态 进入流号 没有办法学好 最后你就放弃了 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吗 实际上我们人类 它是一种观念的生物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先用自己的大脑 判断一下 我能不能 那么当他判断的是 我不能 这种负面的信念 那么把他的能量卡死了 他就不再去想办法去突破 不去想办法再去解决了 他只有这个判断是正面的 说我一定能 这样这个大脑敏感度 才能上升 大脑细胞被激活 他能量才能释放出来 才能创作性找到方法 最后把事情做对 实际上尽管我们有无限潜能 当我们在童年生活的时候 我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的 负面的自我观念 对自己的负面的评价 比如说认为我的记忆力不够 比如我现在问各位 现在我们先来调查一下 认为自己记忆下降的人 请记住 认为自己记忆下降 记忆下降的感觉 有这么多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 我要告诉大家 我在吉林大学工作 我曾经给其他校长 武卓群做过两年的秘书 吉林大学是一个国家重点大学 那么我当秘书的时候 吉林大学有14个中科院院士 现在是28位中科院院士 那些中科院院士都七八十岁了 我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人显示记忆力下降的迹象 绝对没有 人的记忆力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 他是不会下降的 我们表面的现象认为我们记忆力下降了 是因为记不住了 我现在问 记不住的原因是 你分心了 我们做成年人 你的事情太多 没往大脑存储 要这个放那个 然后你分心了 第二 没有经过训练 我们大部分人 没有经过记忆力训练 就像刚才我们问开汽车的能力 如果现在你开汽车的能力 还没经过训练呢 你能说你开汽车的能力下降 你开汽车能力还没开发出来 人的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 要经过训练才能开发出来 没有经过训练 然后简单的机械记忆的时候 你又分心了 那么看着这件事 想着那件事 结果两件事都没有存储 没有往这个存储系里存储 所以你觉得记不住了 经过训练 任何人的记忆力是不会下降的 所以当我们坚信 自己记不住了 你就真就记不住了 你这个大脑 不给你提供相应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头脑中 有负面的自我观念的时候 那么它把你的潜能卡住了 它们让你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人是通过失败 通过挫折 最后形成了负面自我观念 那么日本海洋科学家 从深海抓了一条大鱼 这个大鱼是吃小鱼 围成大鱼 抓了之后 他们做了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 把这个大鱼放在里边 放上海水 但是不给它放小鱼 饿它七天 当这个大鱼饿得两眼发蓝的时候 科学家弄一个玻璃砖 把这个大鱼 把这个鱼缸一格两半 把大鱼放在一边 拿一水桶五颜六色的小鱼 放到另一侧 那假如你吃条大鱼 会出现什么结果 这个大鱼饿了七天 一看到 它在水中 我提醒一下大家 它是看不到玻璃砖的 它是个低等生物 一看到那边五颜六色小鱼来了 不顾一切的冲了过去 只听水中一声闷响 这个大鱼脑袋被磕一个包来 当大鱼磕的这个两眼冒进行 等它缓过劲来之后 它就开始琢磨 明明看着那个小鱼 怎么就吃早呢 最后它开始总结到 肯定是我速度不够 那做它总结的 肯定我速度不够 于是在这边开始加速 转圈加速 等到使出浑身力气 速度砸最快的水 又不顾一冲过去 只听第二声更大一声闷响 棒 撞回来了 包创得更大 等它缓过劲了 它又开始琢磨 明明我看着这个小鱼 怎么吃不到呢 于是它开始总结到 肯定是我速度不够 结果它第三次使出浑身力气 不顾一切地又冲过去 更大一声闷响 把这个鱼创发过来了 创晕过去了 当这个大鱼在水中飘着 那在这个这个 晕厥状态 这个科学家把这个 玻璃砖拿开了 这些小鱼游过来了 无论那个小鱼 在这个大鱼身边 怎么游液 它就是不肯吃 有些小鱼 甚至在它那个嘴边 开始游液 那么这个大鱼 只要一睁眼睛 我速度不够 我吃不到小鱼 我速度不够 我吃不到小鱼 最后这个大鱼被饿死了 饿死之后 科学家把它内脏掏空 然后给它做成了一个标本 用我们中国的宣纸和毛笔 写了四个大字 给它盖上 这个盖上 这四个大字写的是什么 叫平凡的人 如果大家能听明白 这里的隐喻的话 可能大家就知道 平凡的人 我们是通过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我们的体能还没有增加 我们的身体没有长成 大脑细胞没有长全 我们都经历过失败 挫折 这是一个最深层的原因 通过失败挫折 几次之后 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认为我们没有相应的能力 没有相应的才能 把事情做对 我们一旦对这个错误的判断 坚信不已的时候 我们面对以前没做过的事情 我们的基本判断 我没有能力做到 它又放弃了 它不会再去努力了 它不会再去寻求挑战 不会再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那么人这种观念的生物 要知道 只要你一个负面的信念 它就会绝对控制 你的思维和你的行为 比如赚钱 那么今年 今年你赚了五五十万 你明年能不能赚到五百万 不论你认为你能 还是你认为你不能 你都对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亨利福特说的 那么亨利福特在当年 要造这个V8发动机 那么他给他的工程师们下了命令 让大家造V8发动机 那个年代 最大的发动机是直列六缸发动机 他要造大马力的发动机 造八缸发动机 他让他的工程师们去研究 研究了半年 工程师们给他得出交个报告 告诉他 无法做到 想造出八缸发动机是不可能的 亨利福特把这个报告又撇回去了 说你们再给我研究 我就想要V8缸发动机 又研究了半年 工程师又拿了 又拿个报告 说不可能 人类不可能造出八缸发动机 这是不可能的 亨利福特这个火了 把这个报告撇出去了 跟这些工程师们说 你们给我听好了 要么拿八缸发动机来见我 要么你们走人 一年后 V8发动机诞生 所以亨利福特说了一句话 叫做无论你认为你能 还是你认为你不能 你都对 当我们认为我们不能的时候 你的大脑 这个敏感度下降 大脑细胞出于抑制状态 你开始找理由解释 我为什么不能 最后你真的没法做出来 所以证明你对了 当你认为我能的时候 大脑的敏感度上升 大脑细胞被激活 创造性被激活 你会真的找到方法 最后把事情做对 最后你还是对了 最后证明你能 所以人的头脑 那么让我们潜能无法 释放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头脑中的负面的观念 那么当我们有负面的观念 当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做到 我们实际上的大脑 出于另外一个程序 它开始解释理由 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做到 当我们的观念是正面的 也就是说 认为我们一定能做到 它才能找到创造的方法 最后把事情做对 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头脑中的任何一个信念 都会控制你大脑的思维 和你身体潜责的释放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一次海难事件中 幸存者八人 这个八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 在这个荒岛上 这个八人好不容易跑到这个荒岛上 结果找遍了荒岛 没有淡水 海难事件最害怕的是 没淡水 对吧 没有淡水 结果望着汪洋大海 一个一个的渴死 那么前七个人全死掉了 渴死了 海难不怕没吃的 那海里有的是鱼 你生吃也能活 淡水没有淡水 所以前七个人 一个一个的渴死 剩了第八个人 这个第八个人当时就想 反正七个人都已经渴死了 反正也是死了 那么大家都说海水不能喝 喝了人也死 那我预期这样渴得这么难受 那我先喝完水再死也一样 想到这他一个猛子渴得海水 他结果开始喝 他就发现在喝的过程中 怎么这海水是甜的呢 怎么不是咸和苦的呢 怎么一只甜的 他马上想到我肯定产生幻觉了 大家看过周围里的影片 人饿了饿极了的时候 那么人看着人都像火鸡一样 他肯定我产生幻觉了 他说不管他 我先喝完再说 喝饱了之后上来等死 结果一睡觉24小时醒了 没死 掐掐自己是真的 结果他就又开始扎到 他那个原来喝水的地方 一喝的水真的是甜的 就纳了个闷了 所以他每天就在喝那个水 然后呢去那补鱼 又停了15天 结果被过往穿着救上来 他回到岸上 他把他这个经历 跟那个海洋科学家说 海洋科学家觉得很纳闷 所以按照他指掌的方位 来到了那个荒岛 结果经过深入一调查 你猜什么 在那个荒岛的边上的地下沿缝里 是一个高压地下喷泉 那么高压地下的淡水喷泉喷上来 形成一个方圆五米的区域 这样一个淡水区 你说离那七个人死的 仅仅20米的这个距离 那七个人 我问现在各位 死于什么 死于什么 我们脑海中认为海水不能喝 这是我们的信念 对吧 所以你就不再去探讨了 你就不再去探讨可能性了 那个人是被逼得实在是无所谓了 反正我已经死 所以这样他撞开了这个上帝之门 实际上我们脑海中 我们人生的疆域 其实在我们脑海中 我们脑海中认为不可能的事 那你永远做吧 实际上呢 你如果认为不可能 那么你的区域 你的活动区域就已经限制在这里了 比如说你这一辈子 你认为我这一辈子能赚五百万就不错了 那么你这一辈子的活动疆域就在五百万资金内这个疆域活动 你认为我可以创造十亿的个人的财产 一百亿的个人财产 你的这个疆域要扩大了 你才能够真的最后赚到 如果你在内心深处认为赚一百万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当然是没有办法赚到 那你的疆域 你的大脑设定了你行为的疆域 培训方式的重大变革 时代光华背心远程培训学院 最前沿的培训课程 最优秀的实战讲师 最快捷的传播手段 跨越时空远程互动 足不出户 实时分享最优秀的管理培训课程 百分之二十的培训课程 百分之八十的赛程效果 时代光华 卫星远程培训学院 曾经在读到这个美国的一个运动员的一篇故事 那么他打刻了百米的这个记录 这个百米记录之后 那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二三十年 有一个体育记者 在翻看当年的录像的时候 翻看当年的电视录像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人打破世界记录那一瞬间 瞅着那个大屏幕 那个积分的大屏幕 说了一句话 但那句话他就想 他肯定在那个关键时候 说那一句话 肯定是人生最富裕哲理 最关键的话 但是什么 翻遍了当时所有的报纸 那个电视的这个录影带 全都没有记录 他就纳闷 他到底说了句什么 他就找到了那个运动员 那么已经三十年过去了 就问那个运动员 当年呢你在打破记录的时候 你瞅着大屏幕 你说那句话什么 那运动员早忘了 说没说了 说还没说 说你说了 他给他放这个录音 你看看 你看看你当时 你面对那个大屏幕 你说了一句话 最后他回忆一回忆 最后突然想起来 说是说了一句话 说那句话什么 到底什么 那个运动员说 我看那个大屏幕 当我打破了记录的时候 我看那个大屏幕 我说了一句话 那叫上帝啊 原来那扇门是虚掩着的 那么实际上 这句话就太浮于这里 就是说我们认为 不可能的事 实际上呢 如果有一天你撞开了 你才发现 那个门不是可以不开的 实际上是虚掩着的 大家知道 人的头脑中 对自己的观念的限制 最极端的例子 可能大家知道 一个基本案例 在1954年 美国的长跑运动员 罗杰班尼斯特 创了一个记录 在这之前 我们人类认为 在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体育运动科学家 都已经断定 按人类的体能状况 我们的极限是 四分钟内 无法跑完一英里 一英里 好像是1.68公里吧 无法在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所以在1954年 那么之前 地球人没有一个人 在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这个罗杰班尼斯特 想向这个信念挑战 他先把这个 他在教练的指导下 把这个一英里 分成四段 他要在一分钟内 跑完第一段 开始训练 训练了半年 他在一分钟 确实跑完了四分之一英里 然后又开始训练 在两分钟内 跑完二分之一英里 又训练做到了 然后又训练 在三分钟内 跑完四分之三英里 在1954年 他终于在一分钟内 完成了四分之一英里 跑完了四英里 不是 在四分钟内 跑完了四英里 可是各位 你知道在这之前 没有一个人做到 可是罗杰班尼斯特 在四分钟内 跑完了一英里 你知道在1954年 年底之前 发生什么事吗 全世界有37个运动员 在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1955年 发生什么事吗 全世界有250个运动员 在四分钟内 跑完了一英里 那么其实要是 我们人类 我们的头脑中的观念 如果我们认为不可能 我们就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潜在释放出来 比如说跳高运动员 如果他跳到了2米05 他要想跳过2米10的话 他必须要做什么 不是体能怎么训练 在那个层面上 已经不是体能的事情 是体能 由于体能有关 最关键的是他的大脑 他必须先在头脑中 绝对坚信 我能跳过2米10 这样他在那线上做出来 如果他在头脑中坚信 我跳不过2米10 他是绝对跳不过去 无论怎么训练跳不过去的 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信念 控制了我们潜能的释放 作为员工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 想要把员工潜能开发出来 你必须得让员工突破这个观念 比如说一个搞内部管理的人 你突然去调他去搞销售 如果这个员工的基本信念是 我不能 我做不到 我没有学过销售 我不懂销售 我不懂市场 那么你让他怎么训练也没用 必须让他在心理上先认为 知识技能都是训练出来学出来的 只要你用心 一定能做到 一定把销售能搞好 他必须在心理上先突破 这个我不能的这个信念 这样他从以后 他的销售才能 才能训练释放出来 如果他坚信 无论我怎么努力 销售太难 要做市场太难 这个我做不到 我无法管理团队 无法销售 那么他这个观念 如果牢牢的控制住 那他是没有办法 把他的潜能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地球人 我们的悲哀就在于 我们头脑中的观念 而我们这个观念 如果是负面的 纵然你有无限的潜能 你被卡住了 那么我们头脑中 有成千上万的 这样负面的观念 比如说现在我让你把这个吃掉 在现实中 你知道这个 这个是塑料做的 不能吃掉 假如说我让你把它吃掉 你说不能吃掉 假如这是巧克力做的呢 想一想 如果做的一模一样的 巧克力做的呢 然而你在现实中 你由于受我们头脑中成型的信念 坚信塑料不能吃 你就不会再探测 如果一个人想突破 想要把他潜能开发出来的话 他就必须的对他大脑中成型的信念 首先能够检索到 第二能找到突破的方法 这样他才能把他的能力逐渐的释放出来 所以控制我们潜能释放的第一大原因 叫自我观念的局限 这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原因 一个人他才能无法释放 百分之六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头脑中的自我观念的局限 当他认为我不能 我没能力 我无法做到 我没有天赋 那么当他这样的错误观念的时候 他的潜能被卡死了 他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这是第一大原因 那么影响我们潜能释放的第二大原因呢 叫做没有宁静的心灵 那么我们人这种动物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 假如说我们用维度这个词来解释的话 我们其实 那么实际上在四个维度上的人 第一个维度是我们的理智层面 第二个维度是我们的情感层面 第三个维度是我们的行为习惯层面 也叫潜意识层面 还有第四个维度 就是我们的心灵层面 那么心灵同管着整个这个有机体 不论你的思想 你的理智 你的情感和你的潜意识 那么如果一个人无法从这个内疚感挣脱出来 无法从恐惧感挣脱出来 他的心灵没有办法宁静 他就无法聚集起生命的能量 那么无法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这样的话他的创造力无法释放出来 他的创造的构想没有办法产生 他的整个生命能量无法集中 一个人想要把他的潜能释放出来 他的最重要的指标 他必须有一个宁静的心灵 那么所谓宁静心灵 就是你必须从内疚感中挣脱出来 从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从恐惧感中解脱出来 这样你不再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懊悔 不再为未来的事情而担忧 你能够活在当下 那么当你的注意力维持在当下 你整个人出一种宁静的状态 这样你整个的生命能量才能聚集 才能输出 你才能专注做一件事 普通人无法做事 无法把他能量且能释放出来 最根本的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心绪反乱 他没有办法宁静 如果各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假如你今天回家试一下 你能在一个房间里头 什么也不看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做 能不能做二十分钟 我向你保证 普通人根本做不到 连三分钟做不到 不抽烟 不喝水 那么不看东西 你要能够坐下来 如果你知道大世纪的人物 他能做一小时 他让他整个的心灵能够归归了下来 这样他能够聚集能量 当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聚集能量 能够达到高度的专注 你才能把你的能力释放出来 达到出神入化程度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迈克尔乔丹的那个打球的精品 就是他那些精品的那些镜头 让你看一看乔丹的整个打球的事 如果你从潜能开发的角度 你一下 如果你能找到那个感觉 你才能知道 乔丹被称为篮球之神的根本原因 那乔丹的几个片 我基本都看了 他进入篮球场的时候 你发现他看不到人 没发现 那他看不到防守队员 看不到人 他只看到球 只看到篮筐 他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进球 所以他才能做出神入化动作 他从这边扣篮 人家跟风堵 他从这边进 那么你要知道 一个人要想把他的潜能释放出来 他的大脑必须达到高度的专注 知道像激光那样 这样他的能量才能聚集 最后释放出来 看看那个马拉多纳打球 你就会发现 看看那个小罗纳尔多 迪尼奥和那个马拉多纳 你把这两个人的片子买回来 你去对照一下 你就能知道 小罗的这个技术 打踢足球的技术 绝不亚于马拉多纳 但是他跟马拉多纳 不在一个量级 你看看马拉多纳 在那个球场上 他眼中看不着人 你要明白 我说的话的意思 他看不着防守队员 看不到难度 看不着难题 看不到障碍 他所看到的 无论你怎么封我 我就是把我把球给踢进去 你就会发现 他能够做出那些 完全是下意识动作 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人生的大师 你要赚到商业园的资产 你要成为科学家 想把你的生命能量释放出来的话 你要是没有宁静的心灵 你就具体能量 你达不到高度的专注状态 当你达到高度的专注状态 你的潜意识被激活 他的能力才能释放出来 如果你达不到高度专注状态 我们普通人 那你去观察你才明白 那么普普通通的 我们普通大众 他每天他的心绪太反乱 他的注意力焦点太涣散 这样的话 他没办法聚集其他能量 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的 思考一个小时的话 普通人呢 能够专注思考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 是维持你的注意力 在同一个问题上 而不再去分心 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所有人生难题全解 你能够专注在一星期 在一个问题上不分心的话 你就是爱因斯坦 那么实际上普通人 你回去试一下 你就明白了 连十分钟做不到 假如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三十秒钟 你想起那个事了 又思考三十秒钟 想那个事 他到他的注意力焦点 就来回的转换 他没有办法 把生命能量 狙击在同一个问题上 如果一个人 能够专注在一个事情上 连续专注思考这个事情 二十分钟的时间 你足不可以 把你工作所有难题解决 所以要是一个老板训练他的员工 训练他们的专注能力 让他们能够有宁静的心灵 那么实际上 没有宁静的心灵 他总活着 人活在 没有宁静的心灵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活在过去 他们一直把注意力焦点 集中在过去 为过去的事情要懊悔 为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 而懊恼 悔恨 这实际上是一个无用的情绪 浪费生命的精力 那么过去的事情 也永远的过去了 用我的话说 过去属于死神 那你无论怎么懊悔 你垂胸顿足 你上吊都没有用了 你做过的事情 已经永远过去了 时间是个单行车标 在这个时间点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已经永远的过去了 所以在为过去的事情 懊悔 烦恼 它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你在浪费生命能量 而未来属于上帝 明天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科学家 你就明白我这个话的含义 明天发生什么 严格意义上 没有人能够判断出来 明天地球还不能存在 你还能不能活着 没有人能够确知 明天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我们是凭着信念 认为我们明天还活着 地球还会这么着照常运转 那么地球不毁灭 实际上 那么实际上 未来属于上帝 没有人能确知 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么人所能活的空间 只有今天 就是此时此刻 当下 如果他具备了这种人生的理念 那么他知道 我唯一的时间 就是当下 他如果能够训练自己 忘掉过去的烦恼 不再为未来担忧 能够把他的注意力 守在当下 他心灵马上开始进行了 当他第二个事情 他能够专注的去思考一件事 去做一件事情 没有人 做不好的 如果我们运动员知道这一点的话 他运动员无法在 在运动场上发挥他的潜能 最大的原因是 为患的患失 那么为未来担忧 万一我打不好会怎么办 万一我要是打不好成绩 我怎么向祖国交代 怎么向人民交代 怎么向家人交代 万一要打不好 我那一百万奖金没有了 他为未来担忧 你已经舍掉了 你能干事的最好的机会 就是当下 你的注意力维持在未来 而你没有在当下 你根本就没有在思考 把事情做对的事情 你的注意力能量 没有办法集中在当下 把事情做对 实际上一个人 如果没有宁静的心灵 那么他的整个生命的资源 处于掩射状态 比如说我们把一滩水 放在桌子上 那么他的四散 这样他的生命能量 没有办法集中 如果把他们收集起来 从一个系统高压喷出去的话 他可以杀死人 英国已经发明了 用笔式的 这样用水来切割的 这个切布的剪刀 那么在头四分之一 头发丝这样的一个孔 这么细的孔上 高压的水柱喷出去之后 可以轻松的切割 这个我们的布料 可以轻松拿笔中一画 切开了 如果知道我们的生命能量 没有办法集中 这是普通人 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宁静的心灵 聚集不起的能量 无法把它的潜能释放出来 这是第二大原因 这是我们的潜能无法释放 第三大原因叫做没有目标 我们人类是一种目标生物 如果我们没有目标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就是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大家知道控制我们人类行为 其实有基本的四个指标 大家往前看 那么其实 我们人作为一个有机生物 我曾经说过 它是一个施量 大家知道这个施量的概念 就是射出的箭头 它必须有这个方向 有速度 有力量 一样叫施量 这是人生的基本活法 那么控制我们人类行为 控制人 人 人类行为 有四个基本指标 人类行为 第一个叫梦想 这是说你的未来 你的未来要往哪里走 有了梦想 有了目标 梦想下边具体可操作的 叫目标 梦想是远景镜头 你的人生开始定向了 那么假如这是你 假如说我们在现实中用个比喻 你站在荒原上 你可以有三百六十度的维度 一个度一个方向的话 你可以有三百六十度可能性 当一旦有了梦想 往这来的话 那么它其实定向了 它就排除了三百五十九的可能性 它把生命的资源集中在这一个方向上 这样它的潜能释放出来 我们人类释放潜能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不是说像我们中国古人一样 我们躲到森林里去 然后在森林里练十年八年 在咸云野鹤之间 晚上一天跟着 哈跟着练 那不是 在现实中 我们没见过一个这样的有能量的人 那么你到实际到实际的庙里去看 百分之九十的和尚和尼姑 他们生命状态的活到一种极其悲惨的状态 并不是真正的 说他们变成了高人 我们都是在传说中看到 从森林里 从庙里出来一个白狐老头 无所不能 那是在传说中 在现实中 我们没有看到 人的潜能开发是怎么开发的呢 人的潜能开发是必须把你的生命 附召在干一件事情上 随着事业的越做越大 你的能力的 你的潜在能力越开发越大 是这样开发出来的 如果人生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梦想是远景 目标是近距离 没有梦想 你就定不了相 定不了相 你纵然有无限的潜在 你的生命能量处于四射的状态 没有办法狙击 你没有办法把你潜在真正的 聚集起来 释放出来 第二个 第二个叫你的信念 刚才我们讲过了 那么如果我们头脑中有负面的信念 它把你潜能卡住了 它没有办法把你释放出来 负面的信念一组组合在一块 我们把它叫做观念 第三个 那叫做你的环境 一会我们会讲到 如果你的环境控制了你的潜能释放 那么你没有办法的释放出来 第四个叫做习惯 这是控制我们人类行为的四大因素 一个人要把自己的潜能释放出来 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 那要有目标 而我们无法释放潜能的根本原因 就是没有目标 你要知道 在西方有句谚语 西方谚语说 那些没有目标的人 是该诅咒的 他们得终生为有目标的人奋斗 要他们的终生为有目标的人工作 如果各位知道 你的潜能尽管是无限的 但是如果没有目标 没有一件事你可以干 没有一件事是你发疯要去追求的 你的潜能没有办法聚集起来释放出来 那么目标为人们提供了动力 如果没有目标 它就没有激发潜能 开发潜能的动力 没有激发因素 是目标给我们提供了动能 让我们把潜能释放出来 太多的人 普通人 他们之所以一辈子 那么把潜能浪费掉了 一辈子受穷 一辈子在社会底层徘徊 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他们没有目标 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定向 始终处在一种 用东北人土话说 叫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里算哪里 就在心理学上叫做 俺任意定义生活 那么很多人说 我这个人懒 实际上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那么假如说 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明天早晨 你没有急于要干的事情 你勤快什么呢 这个事件从来就没有懒人 只有没有目标的人 如果我没有发疯 要做的事 要实现的目标 没有发疯的 想要去进行的事业 你说我早晨五点钟爬起来 我满街溜达去 你不吹有精神病吗 所以他躺床上 睡觉睡到八九点钟 九十点钟是正常 那么人是逃避痛苦 这些快乐生物 如果我没有事 要事可干 那我不躺床上干嘛去 那么你要躺人 即将闲逛的话 你这人有精神病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没有目标 我们是没有办法 把潜能释放出来 这是第三大原因 这是第四大原因 叫做价值观不匹配 这是个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价值观不匹配 如果大家知道 那么我们人 他这个有机体 你要想把你的潜能释放出来 需要把你的有机体激活 要知道 你需要激活 不论是从你的体能层面 还是从你的智能层面 需要激活 那么如果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价值观不匹配 原因就是 那么你这件事情你不喜欢 什么叫做价值观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丑的 什么是高向的 什么是悲下的 这一系列评价标准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那么这个叫做价值观 就是人们对事物的评价 那么叫基础标准 叫做价值观 而价值观这种东西 每个人都不相同 我们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 那么在你童年 借过爸爸妈妈的讲诚 老师的讲诚 在你特定的生存环境中 形成的基础价值观 这个没人都不一样 那么你要测定你的价值观 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什么事让你开心 说明这个事符合你的追求价值观 什么事让你兴奋 符合你的追求价值观 什么事让你压抑 什么事让你难受 那这个事符合你逃避性的价值观 你反感这件事 那么对同样的事情 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 对撒谎这件事情 那么有人 他的价值观 第一价值观是诚实 他认为撒谎这个人 是觉得不可饶恕的 他一听别人撒谎 他会愤怒至极 这是 而另外一个人 对同样一个撒谎的行为的人 就觉得他挺好玩 那个人的价值观认为撒谎 在某种情况是有智慧的表现 所以是可以原谅的 所以两个人对同样一个撒谎的人的行为 评价完全不一样 这原因就在于 这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那么 人这种动物 他要做他自己的事情 他必须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符合自己追求价值观 他一干就是兴奋 这叫价值观匹配 如果做这件事 你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你符合你追求价值观 他能兴奋起来 能够找到快乐 这才是开发潜能的最大的方式 我再说一遍 这是最大的方式 我们有很多成功学的讲师 他们其实并不了解成功的真正规律 他说人生就是选择一个事业 要去坚持坚持再坚持 说真话 如果那件事情不符合你的价值观 他即使再有高的利润的话 你也坚持不下去 人生成功的最大的秘密就在于 做你喜欢做的事 然后进入第二个状态 叫乐此不疲 你去总结人类所有大师级人物 你才明白 那么我们普通人 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什么状态呢 普通人普通人 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他是做他 开始是看这个社会回报 那么普通人面临到生存压力 所以我们要赚钱 那么我们做这件事 我先看哪个工作给我钱多 我先做这个事 这在一定的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那么哪个钱多 这个三千块钱 那个五千块钱 我做那个工作 基本上那个工作我不喜欢 但是现在我需要房子 我需要汽车 我需要钱 所以他宁可忍受着自己的痛苦 我要去做那五千块钱的事 这样 可是你要到钱到了一定程度 你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 假如你个人资产再超过五百万以上了 个人资产在北京地区可能超过一千万以上了 你自己的房子有了 车有了 银行有几百万的存款 你这个时候你才能真的理解我现在说的什么话 你才能你的价值观突现出来了 这个是三千块钱 那个是五千块钱 这是我喜欢 那我做这个事 不做那个事 在普通的时候 我们受制于金钱 对我们的控制 然后我们可能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但是人生要把自己的钱的真正释放出来 那么他最大的秘密是做你喜欢做的事 几个衡量指标呢 几个衡量 基本的衡量指标就是 这件事我一做就兴奋 不给钱我也干 也喜欢 但是能够给有高的社会回报 那么加上第二个条件的话 这两个合一 那你就是不可战胜 而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按世俗的观点来衡量自己的职业 世俗认为这个职业被社会看重 那这个职业 这个别人这个评价好 那么自己并不喜欢 但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选择自己的职业 那么按照第二个悲哀 是按照金钱的观点来选择自己的职业 那你这一辈子是平庸的 纵然你有无限的潜能 但是你是没有办法释放出来了 所以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曾经说两个智慧 第一个智慧 是跟你爱的人一起生活 人是会渐变 当你跟不喜欢的人一起生活 你逐渐的你的状态慢慢下来了 第二大智慧 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它符合你的价值观 如果他再有高额的社会回报的话 那么你最后是不可战胜 你去看看麦克尔乔丹 看看马拉多纳 你去看看维尔盖茨 你看看所有的成大财的人 看看那些科学家 如果他做他喜欢做的事 他到整个体能 整个智能被激活了 他的整个细胞被激活 这样的话 他的能量输出会通道 管道会打开 他会越做越大 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这身做大 这才是开发潜能最大的道路 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这样你能兴奋起来 他符合你的价值观 那么比如说一个对人际关系非常感兴趣的人 你让他完全去做那事物性工作 这个人都感到压抑 他都感到呆板 反过来一个喜欢跟误打交道的人 你让他去搞管理 去搞销售跟人打交道 他整个他这个人 基本上是博士毕业 没用 他整个人出一种低迷状态 他的状态上不来 他的大脑激活不了 他能量没法输出 那么你要想真的把事情做大 那么你必须做你喜欢做的事 符合你的价值观 这才是潜能开发的必要 那么普通人无法释放 释放他的潜能的根本原因 他没有办法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是在世俗的制约下 在别人的舆论评价下 在金钱的压力下 选择了他并不喜欢做的事情 他整个能量释放不出来 兴奋不起来 所以无法把他的潜能释放出来 这是 那么我们岂能无法释放第四大原因 好 我们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